中国男男兵败世界杯 作为主帅的李楠 在自己的主场被中国观众齐声喊出了李楠下课的声音 主席姚明在这个时候为李楠解了围 示意大家不要再喊了 李楠则落寞地走出了赛场 在网络上 网友对于李楠更是口诛笔伐 骂声一片 这里不讨论比赛失利是否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世界杯结束后 他黯然下课 李楠在教练的岗位还没有证明自己 而在球员时代 被称为小李飞刀的他则是响当当的人物 江湖传言小李飞刀力不虚发 三分球是李楠赖以成名 独步天下的绝技 那么球员时期的李楠 巅峰时期到底有多强呢 李楠出生于1974年 身高1米98 辽宁大连人 八一王朝的八冠王主力球员之一 善打硬仗的李楠 比赛作风玩强 攻守皆可 是一名较为全面的球员 如果刘宇东的中投让对手感到 那么李楠的三分球便更是让对手 李楠刚出道的时候 在场上四只大前锋 后来改打的小前锋 这样的精力 也让他内外线的得分能力都很强 他能从三号位打到五号位 既能让球队阵容搭配变得更加灵活 也能让战术套路变得更加丰富 他低位背身技术扎实 篮下小勾手用的炉火纯青 投篮快很准 三分球既精四作 出手必中 所以人送外号小李飞刀 说个奇外话 也有小伙伴说 小李飞刀这个称号 是因为李楠在一场比赛冲突中 扔了一把剪刀 就是01年亚锦赛 对阵黎巴嫩队时发生的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他身上会有一把剪刀 大家不要紧张 身为一名篮球运动员 比赛中经常受伤 所以带把剪刀在身上 剪剪绷带也是很合理的 那他扔没扔呢 到底扔还是不扔 扔应该是扔了 并且稳稳命中对手 事儿也是有这么个事儿 但是外号是否由此得来 就不得而知了 到底哪个说法对 欢迎知道的小伙伴评论区告诉我 言归正传 评判一名球员是否球技出色 不仅要看他的个人成绩 对球队的贡献 也要看他在关键时刻 困难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血性 球技球风固然重要 但拼劲 破理 血性同样不可或缺 从1995年CBA元年开始 21岁的李楠 开始在81队展露头角 首个赛季李楠三分命中率就高达59.2% 当时的81 阿蒂江面临退役 刘于栋 王志志 李楠都正值上升时期 三人风格鲜明 默契极高 但很多时候 刘于栋 王志志经常受到对方队员包夹 严密防守 这样一来 反而成全了身体灵活 速度奇快的李楠 内线快攻 三分命中 成了CBA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巅峰时期的2000到2001赛季 李楠场均得到27.1分 7.2个篮板 2.6次助攻 2.8个抢断 场均命中4.3个三分球 三分命中率47.3% 作为中国篮球最伟大的射手之一 李楠是CBA史上第一个命中 1000个三分的球员 他前12个赛季的三分命中率 都超过40% 其中4个赛季三分命中率 超过50% 李楠巅峰时期的投射能力有多强 他生涯曾两次单场命中 12季三分球 99到2000赛季 季后赛半决赛第二场 八一队主场对阵山东队 李楠手感热的发烫 三分球14投12中 得到41分 2000到2001赛季常规赛 八一队客场挑战北京奥神的比赛 李楠三分球17投12中 砍下59分 9个篮板 得到生涯最高分 同时李楠在该赛季命中133季三分球 排名CBA第一 尽管随后几个赛季得分下降 但李楠的表现仍然稳定 02到03赛季 李楠命中140季三分球 再次成为CBA的三分王 03到04赛季 他场均得到23.6分 成为CBA的国内球员得分王 05到06赛季 李楠场均得到23.9分 在本土球员中 得分仅次于巴特尔 李楠还有一个绰号 叫微波炉 因为他经常一上场 就立马能贡献三分火力 在王之志离队后 刘宇栋李楠组合的超强封线 再次为球队打开辉煌篇章 在2002到2003赛季 两人联手 再次为缺少王之志的八一队 斩获了冠军 在这一时期 李楠不仅在内线进攻 防返转换等方面有着明显的提升 而且三分球也获得较大程度的提高 整个CBA生涯14个赛季 李楠一共打了417场比赛 场均得到19.9分 5.2个篮板 1.84助攻 1.8个桥段 三分命中率高达45.1% 在当年有一句话 叫顺境之中看姚明 逆境之中看李楠 他就是中国队最稳定的三分炮台之一 在亚洲范围内 当年前有胡卫东 后有李楠王志志 中国队不惧怕任何对手 也能毫无意外地击败对手 问鼎亚洲 李楠拿过8次CBA总冠军 3次全云会金牌 4次获得亚锦赛冠军 2次获得亚运会金牌 4次参加奥运会 他3次帮助中国队打进8强 李楠生涯参加了5届世界大赛 总共打了32场比赛 场均得到7.8分 2.3个篮板 1.34助攻 0.7个抢断 三分命中率40.5% 罚球命中率84.2% 值得称赞的是 李楠在世界赛场也能打出自己的特点 3分投射能力强 以及擅长拼抢前场篮板 站在外线能射 冲进内线能抢 可以说李楠是非常实用的球员 李楠在世界赛场的整体数据 虽然不算漂亮 但他却有能力打出劲爆的进攻表现 2000年奥运会与欧锦赛冠军意大利队的比赛 李楠手感火热 三分球7投6中 得到25分 率队85比76 击败对手 李楠那场比赛出色的表现 令意大利主帅都感到震惊 奥运会后 甚至有不少欧洲豪门 向李楠抛出橄榄枝 2002年世锦赛 追赠当时第四名的新西兰队 虽然中国队88比94 遗憾输掉了比赛 但李楠仍然有高空的表现 他打出了国家队生涯最佳一战 三分球12投8中 彩下33分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 与世界冠军赛黑队的关键比赛中 身为队长的李楠 第一个站了出来 他在上半场三分球九投四中 全场得到14分 成为除了杨明之外 中国队表现最好的球员 最终中国男男战胜世界冠军赛黑队 进入奥运八强 赛后中国男男主帅哈里斯评价李楠 这才是我想要的中国男男队长 此届奥运会 李楠作为中国队长 在七场比赛中 三分球46投20中 命中率高达43.5%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2008年奥运会 34岁的李楠仍然能入选最终12人大名单 除了因为他当时的竞技状态不错 还因为他经验丰富 关键时刻敢打敢拼 能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2009年10月28日 随着八一队在全运会上击败了江苏队 李楠最后一次帮助八一队 获得一枚奖牌后 宣布退役 这是他生涯的最后一战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当李楠和阿地江拥抱在一起时 李楠早已经老泪纵横 随后他陷入哽咽 并将眼角的泪水逝去 在这瞬间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悲怆而又凄凉的味道 带着一身伤病和六块碎骨 他离开了那片球场 从此之后 江湖再无飞刀 等等 人送外号三分羽的广东队封线 朱峰宇 他与李楠相差九岁 八一王朝之后的广东王朝 缔造者之一 联赛八冠王 两届常规赛MVP 四届总决赛MVP 李楠之后的飞刀 朱峰宇当然不让 想知道巅峰时期的朱峰宇有多可怕 咱们下回细聊